玩乐中更能快速的学习 来看新竹县市举办第二届县长杯健康攻略王竞赛 吸引了十所学校组队来参赛 透过玩冰果 围棋和大富翁 来比积分外还要脑力激荡 从中来学势力保健 口腔卫生和健康饮食 漱口水可以去除牙筋班擦 小A9 小学生围在座位上 抽出卡片大声念出题目 马上回答 这不是在玩大富翁 而是新竹县在竹东圆动国校 举办的健康攻略王竞赛 我们健康促进学校推动蛮多年 新竹县的辅导团 希望透过寓教以乐的一个想法 创造比较有趣的一个活动 让学生更了解到 促进健康的一些方法跟策略 我们会选出团队的前三名 还有个人的前十名 那我们也盼望在这个十六队当中十所学校 能够在他们健康部分呢 透过游戏的过程当中落实在他的生活 去年第一届全国首创用桌游边玩边学健康知识 融合势力保健 口腔卫生 饮食和性教育等 连正向心理都有 今年十六组进入决赛 透过冰狗连线回答问题 还有围棋谋略 学生思考如何正确答题又能快速抢分 还有巨型真人版大富翁 知识子抢先回到终点 比积分和脑力打击当 五点五十抽 那么从后山下来 那你有信心拿到冠军吗 有 我们平时在学校都会练习 然后也想得到二连半 我们在下课或者是午休早智休 都有去学务处那边练习 准备我们的比赛 有时候是题目一直自己刷或同学互考 然后有时候就是把每一个关卡都玩过一遍 从游戏中学习 最后由访聊国校陈玉安拿下个人赛第一 团体赛则是东兴国校包办冠亚军 过程中孩子充满欢笑 收获满满 更懂得如何让身体更健康